怎么能让用户去自适应呢 你得你得把问题解决了 解决用户的问题 你得去适应用户 纯纯自适应 那感觉真的都没有排队的 就很干啥 快进入高达模式 看一看 安度风景 高级滑雪镜 确实带着它滑雪 华操还是好 完了我大家也看不见了 这就没有没连电池呢 他这个招 他这个招 每次一碰就掉 一碰就掉 太怂了 能 门进吗 带不上 他那个弧度有问题 哎 你看 你一碰就掉 一碰就掉 你必须得拿两边 现在开机了吗 我这样说话 对 对 他有声音 就在就感觉是在那耳边说一样 打着电话 就感觉很有意思 Apple的标已经出现了 哎 变成透明了 你能看到外面 变成透明了 好 哈哈 一下子一下子被拉回现实 哦 哈喽了 哦 这就是进入正常的那个界面了 现在是Apple ID 我记不住我的密码呀 等会儿我得看一下我的密码 稍微稍等一下 我拿一下我的手机 拿拿一下我的电脑 有有有感觉累吗 就整了那一会儿 看不清挺累的 哈哈 因为我要一直 瞇着眼睛 你看 哈哈 嗯 头累吗 没有感觉脸不舒服 哎 好 对 带着没有那么沉 说真的 往下掉的话 你可以 把后面调紧点 就是把重量往后 分 分一分 我现在把它摘了 就你如果输一个比较长的字符 比如电子邮件 就你最少是有十个字母 你那个选择 你没有办法选剧情的一个 他有相互的问题 没法 他没有摁的那个概念 肯定这么普 然后也没法那个托拽 是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 paste time 给我偷屏过来 然后结合这个一起来讲 给我啃就这样 哇 你这手摔 哇 林哥 你还能吃的这么稳 差点 我们的微人FRO 差点就寄了 以后 这个不能拿这个 得拿两边 得拿两边 这个应该是那 我已经看这个推特上 已经有摔碎的 他这玩意儿 他这个磁吸口太松了 就不抽象 就因为你自然而然的 会觉得它是一体的 而不会觉得它这个是分开的 然后只要你轻轻一拿 它必掉 躺下了这个姿势 你这一台 它一定掉了 你看看 啊 只能拿两边 就像戴眼镜一样 哇 这个蓝色很帅 偷号玩家 每次都要输密码 他竟然没有人 他没有人脸 拿了卡 我现在要重新 输一遍我的邮箱 我觉得对于一个老苹果用户 都会觉得这东西难用的话 他可能是真的难用 哎呀 又摁错了 擦 这个不是摁错 是眼睛又乱动了一下 输密码输了20分钟了 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话说的太绝望了 把眼睛乱动一下 密码就删除了 然后还没有Face ID 难受了呀 这个这个调控 因为它贴着比较密的话 或者就更好这一排的话 就这种就是很麻烦 就你柱子那种的九宫格还行 一排只有三个 但你一排有四五个这种就很密 哎呦我操 点又是粗 OK 我现在要输一个很长的密码 我写下来吧 现在 因为我苹果的从来都是过认的 他这个太慢了呀 他能不能连键盘呢 我觉得前期连个键盘比较友好 哦 我已经输了28分钟了 主要是眼睛看不清也比较难 哦 因为我不太确定到底输没输对 对 那这个准确率可能和近视也有关系 他可能也正常不应该输的这么的难 我姑且这么认为 这实的话确实是 这个没办法 若然说没戴眼镜 然后搞这个搞的麻烦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详细黑 呃 多少来着 有片看吗 什么片 哎你说什么片 VR片 你就照着我们这不是直播间是吧 一定要体验一下我的月线大片 吓都吓好 一个十分钟的片子二十个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擦这个设备了 我怕你把VCPU弄脏了主 哎 那不叫弄脏 那叫开光 我操 我不知道哪个错的 第五遍了 我操 这产品对近视不太友好 那你比如说像手机的话 有的是你还可以二手来回换着用 你不可能说这个配一个你的镜片 然后再换着给别人用 每个人买一个 他买镜片很贵 他像你戴眼镜的人 你还得先把眼镜摘了 然后再戴上他这个虚拟眼镜 对 对近视其实不太友好 我每次看片仪式感做足了 先画上镜片 打开我的小电影 那我还得为了用这个 然后单独配一部引擎眼镜 怎么能让用户去自适应的 你得把问题解决了 解决用户的问题 你得去适应用户了 我纯纯自适应 为了能Vision Pro的输入密码 然后把密码给改成了一个简单的八维输密码 我就整吧 我就涉及我的产品 用户会自适应的 完了 卡在第一步了 我们中美连线 竟然卡在了登陆苹果罩号上 哥你有印型吗 哥 哥你戴个眼镜吧 你前面拍个眼镜也行 你戴个眼镜吧 我这要不能戴眼镜的话 我可麻烦了 我那个8K的片我咋看得到 我现在需要露一下 哇 终于进去了 2814 朋友 moment 281487 怎么呀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需要勾选一下 同意他的储物条款 我也想去虚拟实际 我也想去沉浸 你就是想看片 我吵狠狠的看片 我吵 三应了啊 三应了 我真的是 终于进去了 我们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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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哦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啊 我看到了看到了 对 卧槽 哇 终于开局了 啊 终于回来了 App Store进入 干干干干干 直接干干 撞撞撞 哦可 这咋玩 这个是啥 yes yes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两个字母三个字母 你看不清 看不清 哈哈 你多少多 四百四百二十五 我懂 我懂 四百五 我怎么给它移动呢 移动就是你双手拽了就可以移动 哇 这就是 这就是我的 发动机 是吧 无论发动机 哦 哦 哦 可以转换 哇 哇 结构 啊 他每次要重新加载一遍 对 哦 不知道 应该一键再重新来就行了 哦 哈哈哈 然后给你给你放在地上 直接拆车 哇 轮拆了 对 哇 这放这么大 哎 看着要是运动 哎 跑 跑起来了 卧槽 哎 怎么 怎么跑起来了 卧槽 兄弟 卧槽 跑的时候可以把他架拆了吗 好像不行 他这个自己拼回去了 你看到没 看到 你看到没 啊 去哪儿啊 你随便选一个 这是冷灯是吧 我 我这个 我这个好像得拖下来 哦 是这样的 我就在眼前 这么大 我怎么 我操电量不足 哈哈哈 先稍等我一下 拖灯 啊 有了 都带出印子了 卧槽 带了 一个小时 这印很明显 两个小时了吗 两个小时了吗 两个小时了 直接卡出印了 卧槽 其实还是挺沉的 主要都是在这个位置 居然还能看到我在这儿 我去 这么溜吗 这个东西 也不是很溜 但就是挺有意思的 卧槽又没电了 能 这边能插电玩吗 卧槽 你看那空间视频 这玩怎么打开啊 还是一个固定的视角的3D电影的感觉 能看见吗 这能看见橘子凑近了就变大了 橘子凑近了就变大了 那你2D电影凑近了也变大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人没变 它这个橘子就是相当于在你那种眼前的那种变大 它不是说因为你距离近的那种变大 两种那种变大 你的橘子就相当于慢慢它在靠近你 真的在眼前 这个手它是真的把你的实际的手给穿透进来的 不是动画 对啊 你能看见 挺无份的 对吧 不像之前那个它手给你套个膜那种 对啊 这是真的是把手扣 这是我自己的 有一键彩牌吗 能给你彩牌到一个会场里吗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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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琴剧院陌生 这就变成讲台了 你回头 你回头看看呢 回头 我的 你的大TVT 反的 如何提问 哈哈哈 我可要了命了 我现在瞬间感觉很紧张了 所以他 没有关注了 真的在有预期以后 要把这个Keynote做成一个VR版的做演讲的这样一个版本 以后可能就是说其他人也接入进来 一起就在同一个Keynote里头就做演讲了 下面做两排人 下面做满人 这他妈就圆宇宙了 对 从目前来看的话 他倒像是只是给你锻炼一下 练习一下演讲 练习一下做报告 但是后面不好说 能敢强的话 假设这个人是雷军在讲 可以做无限人的来听这场演讲 他们也得每人一个4000刀的Vision Pro 是吧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400刀的版本 好 就要让我逃跑 逃跑的时候自己注意安全 出事不负责 因为就让你很很慎的慌 没事 你这还有别人 不认自己在家 哈哈哈哈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时间点是要睡觉的点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移植过来的 是的 但他这也不是那种3D 他这还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电影本身的3D 他说怕太3D给你吓了 就跟你那种空间那样 好了 别来了 我擦我他妈真的慌 我擦 差不多得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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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平面别来了是吧 好了好了一边待着 一边待着 这又是啥 他拖的都不是单个建筑 是扫出来的城市 他应该这个还没做完吧 我感觉 他就是从目前来看 他只是为了抓紧时间上线 他这晚上可能就是拿那个nerf 在在那个天上拍了几张照片 就扫了一张图出来 里边都很糊的 对 他也不敢放大 他也不敢给你看细节 我们之前有个选题 就是拿无人机拍一圈深圳 拍好了吗 没拍好 还还没来得及做 就发现那个选题 team做了一个差不多的 他说他之前要拍个什么山的庙 拍了个山对 我就想这个选题 如果技术完全一样的话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再做一期 那可能讲讲都不一样 我们讲讲技术 体验完之后 只想你买的话 4000刀的东西你还会不会买呢 取决于我对他定位吧 我可能有多个方向 你如果是玩具会犹豫 但如果你是相信这件事情 以后会变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你愿意在这个起步阶段 就参与进去的话 你就比如说我如果要给他开发APP 那我肯定要买一个 作为实际测试的一个工具 投资未来是吧 其实昨晚也是第一次开始搞这个 维神OS的开发 但你能感觉出来至少他给你发挥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就你这种交互和你整个的空间计算 这个概念 这是全新的吗 你不局限于你屏幕 这个手机屏幕本身 而是给你打通了那种五官的感受 我没有摸的时候很难说 他和那什么Quest3啊 Meta做的这东西有什么很大区别 差不差那将近十倍的差价还是很好奇 他贵贵在哪呢 他在显示空间计算这些乱七八糟的 怎么开发成本 叫苹果贵 苹果这个logo比较贵 他他他他这个预算 属于一个紧急的backbook的预算 就拿今天提货的那个现场来看 我不知道预售的人来数量就少 所以没人还是大家都不感冒 没人排队是吧 这东西太贵了 太贵了 对啊 但其实没人排队买 但如果真的有市场 他应该有很多人会排 排队是吧 最显眼的门口的一进去的第一个柜台 就是四台 但是你不能拿下来带 你只能摸 但是你不能真的带上去看 而且概念早都有了 对吧 只不过你现在的第一个 相当于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平而已 对啊 而且游戏里面 其实好多2D玩的也都挺爽 就你3D跟2D之间 本身这个东西也没那么太大的 就要享受3D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电影 你也可以去这种专门的 3D建模的软件里面体验 如果真的有这个兴趣 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这个需求 而且本身真实世界就是3D的 你想你想去 你真想去看艾范尔铁塔 你就去看就行 是不是 你就买个机票 就要往返1000刀 在家吃吃饭猪 当然这个东西是属于你 这这个不能 不能那么去对应它了 再带了一点 带了有点 有点鸭的 这个东西就属于 首先它太新鲜了 而且太贵了 大家看不到说真的特别具体的 用的场景 至少目前来讲 讲不到什么事是非他不可的 玩个新鲜些呢就是 对而且就我 就我真的感觉真的都没有排队的 就很尴尬 哈哈哈哈 大家确实 可能就没大回事 我觉得除了这个是真的裹粉 或者真的铁杆的 那我就不管苹果卖啥 我都要去买一台过来这个 试一试 他没让人去试 这个大家不排队也能理解 你这玩儿 而且这近视眼实在也太难了 近视眼就啥也这个看不清了 而且它那个按钮 其实属于另一套系统里面 你真的一开始是找不到的 很多东西它是不会告诉你 它不会上 而且它没有提示词 你发现吗 它所有都是按钮 它不会给你一个菜单说 这个叫设置 你在这里边做什么 它的界面只有APP的名 就是按钮 你如果不点这个按钮 你甚至都不知道 那个按钮的名字是啥 你必须要每一个眼睛 一个一个扫 一个一个碰一下 它不会给你个菜单说 就这个东西按钮是这个 就让你一眼能看过去 这十个按钮都分别干嘛 它必须是要你 一个一个扫 先把眼睛锁定了 再展示 再下一个 这很简洁 非常符合苹果的这种交互审美 对 它估计也是为了 让你不会那么眼花缭乱 如果都一下子把那些东西都放到你眼前 你估计过来可能 主要你近视这一点 确实很难很难 你拿不到真实的那种体验 其实设计了很多东西 直接打了一直 这个体验打一直呢 我很难想象我一个视频 可能我们书与马出了半个小时 大家会怎么评 人是不是 一百度 两百度以内应该还可以 你稍微再高一点 就你如果都看不清那种提示 那就很尴尬 你根本看不清你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帮你的自适应一下 强行把我们的势力去适应苹果这个Vision Pro 我自己为什么不准备好眼前眼睛 为什么不提前该买的东西都买呀 什么神圣仪式 不过上其实还行 其实它不会说是要多学态度 但真的拿它当生产力那就别想太累了 是这样 而且看多了我觉得不真实 我觉得容易让人产生幻觉 你相当于你之前 你在这个好像是一个很 很丰富多彩的世界 你有各种可以探索的东西 但你一摘下来就发现面对一堵白墙 现在分为两种 一种是觉得里边的内容不够真实 还是现实世界好的 还有一种是觉得里边的内容过于丰富 就是穿透太真实了 现实世界摘来之后就啥也没有 就看你看一下 我首先我自己不是这种特别能带入游戏那种的乐趣 我觉得那种东西毕竟不是真实的世界 虽然它会有很美好的部分 我是比较喜欢在真实世界里找着乐 踏实一点 就不会说这个说没就没了 你让我回忆里玩游戏开心 我很难 但你让我回忆里一起在外面玩 还是比较容易 你说这个VGP会让你产生那种错觉吗 你 有了 包括这个 就你这个主界面 你一带上 就感觉到一种 苍凉 无人 你知道吗 是这个地方 非常真 但是我能感觉隐约之中好像都有风的 就是它那种特效会跟你那个场景很搭 它一定会让你有一瞬间有错觉 我就感觉我待久了估计就会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就甚至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肯定是很强的 很正面的评价 VGP很强 这是大家的未来的必需品 必需很强 我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用物 我其实就是好奇 这到底究竟能干什么 或者就纯粹从做技术就觉得这东西牛逼 你就想搞清楚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或者他现在这些东西真正的这种感受 有没有说他宣传那么好 就主要还是这些方面 而不是说就是我单纯为了他 为了为了玩买它是怎么样的 那得看你有多少钱 你如果说这个4000跟1500 你觉得都无所谓 那就无所谓 但我感觉 如果觉得你是买个iPhone都比较费劲 都要各种比价 那还是说 必须要等一个拼多多 或者等一个双十一那种 估计也够呛 我觉得要我的话 我应该不会去买了 包括我现在可能都不会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就跟他的对标 就是一台F3 Max 顶配 价格 三千多 M3 Max我能干多少东西 这个东西能干多少东西 我可能得要好好干什么 试工工程师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但别人的话可能别人算法 别人算法可能就是三台iPhone 三台iPhone